大家好,我是李医生 便秘的祸根被发现了 我们就会忠告这四类美食要趁早的撤下饭桌 第一类就是烧烤类食物 烧烤在炭烤过程中会产生化学物质 比如本冰笔以及一些杂环方类物质 具有一定的致癌性 长期摄入就会增加肠道病变的风险 肉类在高温烧烤之后 蛋白质会发生变性,不利于人体的吸收 还会增加肠道的负担,严重损害健康 希望你干净管住嘴 第二类食物就是油炸类食物 任何食物都可以被加工 通过油炸处理 食物是确实更加美味 而且能提高人的食欲 但是却容易加重器官的代谢负担 油炸类食物是一种快餐 经过高温油炸之后会产生大量的化学物质 也具有一定的治安性 食用油炸类食物其中还有更多的油脂 进入到肠道内,容易改变肠道内环境 从而破坏肠道菌群,诱发肠道病变 第三类就是加工肉类食物 生活中的加工肉类是越来越多了 经过油炸熏烤,做成罐头等等 第一是满足了人们的口感 第二就是为了携带方便 而这种肉类进入到人体之后 其实是会增加肝脏的解毒负担 而且不利于营养物质的吸收 甚至会诱发便秘 长期便秘的人容易导致身体健康受损 希望你能及时控制 第四种就是麻辣烫 很多小店的麻辣烫所使用的食材 其实含有这个国家禁用的工业碱 这样的物质进入到体内之后 会增加身体患病的风险 不利于肠道健康 长期使用也会损害肝脏 胃肠道甚至诱发癌变 麻辣烫而且多半都是以辛辣食物为主 吃多了也会刺激胃肠黏膜 引发严重的便秘问题 经常便秘的人身体会出现多种疾病 严重损害身体健康 所以便秘并不是小事 会给你的身体带来诸多的麻烦事 推荐调制一杯通便水 排便轻松又畅快 可以在水中加入能够通便的食材 比如火麻仁 绝命子 桑叶 第一火麻仁含有脂肪油大约30% 脂肪油有润肠通便的功效 进入肠中遇到碱性肠液之后 产生脂肪酸 刺激肠壁使分泌液增多 肠乳动加速 同时可以限制肠内固有水分的吸收 有助于润滑肠道软化粪便 促进排便的作用 第二绝命子它是缓解便秘的原理 它其实是一种导泄作用 只是它不像吸药刺激性那么强 绝命子本身药性是含粮的 是一种清热滋阴的药物 可以用于缓解热性便秘 第三呢 桑叶它具有抑菌作用 可以调节肠道改善便秘 改善腹部的保障感的作用 我们建议呢 火麻仁 桑叶 绝命子 牛蚌 甘草 莱腹子 配置成茶包 开水冲泡五分钟 早上空腹喝一杯 十分钟拉通三天的臭便 肠道一通到底 不论何种便秘 早晨空腹喝一杯水 配上火麻仁桑叶茶 都能快速排便 效果一目了然 那老人呢 包括一些体弱或者产后的便秘者 尤其是适用的 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儿 关注我 了解更多健康知识